近代的數學大師 叫陳寫山博士 這個陳軍士他是華裔的美國人 那麼他在數學當中 他研究了50多年 從20幾歲 對不起研究了70多年 從20幾歲到了往生93歲 整共研究了數學73年 那麼他在數學當中最大的貢獻 他提出的0跟1的理論 0跟1 他認為數學 整個數學就講兩個道理 一個是1 一個是0 什麼是1呢 1就是動態的 我們看到很多東西要主動的追求 動態的 積極的 叫做1 那麼另外一個是屬於激進的 我們有時候看到人事的時候不動 這個就是0 那麼1也可以表示一種剛強的 堅定的 那麼0表示條柔的 善順 那麼當然他這個理論提出來以後 他講出一個P 他說你看一個人的身體的結構就知道了 你看我們外表的皮膚這個肉 是柔軟 但是我們的骨頭是剛強 這個就是宇宙間的一個0跟1的配合 如果我們身體是全部是剛強的 那你就很容易受傷 你整天是傷成雷雷 但是我們的身體如果全部是柔軟的 你根本連站都站不起來 那麼這種0跟1的理論這兩種的思想提出來以後 對美國的科學界 產生很大的震撼 特別是對整個太空的發展 有很大很大的突破 因為西方人是讚嘆 積極 主動剛強 而他往往忽略的 柔軟的力量 極盡的力量 所以陳請山博士說 他說 我們只看到了活動的一面 積極的一面 但是我們忽略的宇宙間 另外一種力量的存在 那就是一種極盡的力量 調走的力量 他說 你看 我們看下雨天 天空下了很多雨 但是這個雨 它的活動的方向 它一定往第一處流 所以你剛開始下的時候下到高處 下到高山的地方 但是高山 它沒辦法把這個雨水 把它累積起來 它一定往第一處流 所以 第一處本身 雖然沒有能量 但是它有一種 吸收能量的潛能 那麼當然他這種思想等於是同一個 數學的研究最後 把它達到一種人生的哲理 那麼對整個美國的太空的發展 技術的突破 有很大的 貢獻 所以美國國會幫給他一個最高的容易的終身成就獎 那麼他的獎金有100萬美金 他把這些錢 他說這些錢對我已經沒有什麼作用 他全部兼給1031 那麼在當時剛好這個國際行星協會 剛好在天空當中發現了一顆行星 為了紀念陳行山博士的貢獻 就用他的名字 來取這個行星的名字 他晚年的時候 他93歲往生 他92歲的時候 就接受人家的訪問 說明他一生的成功之道 他說 我們一個人的生命是有定數的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所以你最重要就是說 你一定要做好一件事情 把一件事情做好 那麼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是說 你剛開始是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最後的成功的時候 是普遍的跟一切事情相容通 你看陳行山博士 他剛開始 他自己說 他讀高中的時候 他說他跑步 跑不過人家 他說不要說男生 他說他連女生都跑不過人家 他體育不行 他上醫院課的時候 他沒辦法去分別這個醫院的好壞 他醫院也不行 他美術 他的手非常笨拙啊 也畫不出美好的圖畫 他讀高中的時候 唯一的興趣就是數學 但是他 深入數學70年以後 他的數學之道 提出的0跟1的理論 其實是通於宇宙人先的 整個哲學之道 這個道呢 法法相通 所以他提出的觀念是值得我們去思維 他說 你一個人一生當中 剛開始只能夠做好一件事情 那麼 偶一大師對這個修行的看法 對這個一門深入啊 他也提出了一個非常貼切的譜語 他說修行這件事情啊 就好像你挖井一樣 你口口要挖井 你今天在東邊挖一個井 明天在西邊挖一個井 你挖一輩子都得不到水 為什麼呢 心思散亂 散昧攔水 你應該要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把你一生 求你一生的精力啊 在一個地方啊 好好的深入 才能夠得到水 而得到的水 結果是一樣 那麼這個地方就跟我們很重要的启示了 你的生命 的數目是固定的 你以其 今天修這個法門 明天時大悲之後 後天時往生之後 你倒不如在一天當 在一生當中啊 做好一件事情 你把我負責 你 你就想見 感谢观看